大家好 我是Misako 我現在人來到了池袋車站 日本自由行即將開放 你已經準備好日幣來這邊大買特買了嗎 那我相信台灣人來日本最愛逛的東西 就是他們的藥裝 這間池袋分店超厲害的 好像得過德國的設計大獎 它的外觀很特別 那這一次呢 我就會帶大家去我背後的松本青逛一整層樓 回味那些台灣人必買的商品 還有介紹給大家現在日本人的熱銷商品有哪些 那我們現在就廢話不多說趕快進去吧 在正片開始之前提醒大家 曾吃過日本有提供松本青優惠券 大家記得把影片看到最後喔 那我們現在就一樓一樓帶大家逛這一間超特別的松本青店鋪吧 像一樓的這邊啊 最大的亮點就是我背後的這個 你看這邊有一點像生長台啊 擺滿了現在最主要推銷的商品 那攝影師我們一起進來逛一下 一樓的這個地方啊主要是洗面乳專區 這邊可以看到很多洗面乳還有保養品類 我一進來馬上看到一個台灣人必買的 這個超熟悉吧 小哥大襪的藝人化妝水大概有500ml 現代日幣是547塊 CP值很高 這個化妝水你可以拿來濕敷 也可以混合其他的保養品一起使用 我相信這個一定是台灣人用完之後會一直補貨的東西 我自己也超愛的 另外一個超受歡迎的就是我上面的這個理膚保水 它這個就是你是痘痘肌或是你皮膚不太適合太營養的化妝水的時候呢 大家就會很喜歡買這個理膚保水 像是它的化妝水就超級好用的 那因為現在日本人很瘋韓國的商品 所以其實中本青藥妝店裡面也有非常多的韓國藥妝品可以買 像是我上面的這一個one thing 它就是最近蠻紅的一個化妝品牌之一 它的特色就是每一罐都可以用大概1600日幣 2000日幣以內買到 但是它被評為是 光是這個評價版SK圖就超心動的耶 one thing系列全部都是化妝水 它每一個化妝水的成分都不太一樣 所以你可以根據你自己個人肌膚的需求 去挑選適合你的化妝水 所以裡面是有含天然效果 光聽就覺得好想買喔 前幾年有含雞雪草老虎草成分的化妝品 非常的紅 所以像是這裡就可以看到它的專櫃 像是這一排 那其實雞雪草也就是老虎草 它的成分就是可以鎮定你的肌膚狀況 這一款雞雪草的面膜就是他們常年銷售冠軍 好幾年都得到他們的cosme的排行第一名 這個也是我自己不斷回購的面膜 那台灣人還有另外一樣超愛買的就是 日本藥妝的面膜 我們現在來到這一個都是面膜區 我馬上就看到了 像是這一個 這個也是台灣人超愛的 它的種類有超級多 像是這一包就是讓大家可以去旅行的時候 就可以帶這種小包組 這樣一包的話是528日幣 還有 啊這個 它是強調美白的 一包就是495日幣 天啊這兩包換算台幣都超便宜的 還有另外一個台灣人也超愛的品牌 就是這個早安面膜 它這個早安面膜的特色就是 面膜的保養液其實沒有那麼濃厚 所以我覺得它是偏薄透 可以每天都敷的 它有出很多的香味 像這個的話是柑橘類的香味 它還有出 莓果類的 這兩個香味我都覺得還不錯 早安面膜還有一個特色就是 你敷的時間不用等5到10分鐘 大概敷一分鐘之後 你就可以把它拿掉 然後就可以進行你的下一個保養步驟 或者是化妝 然後化妝起來就會很補貼 推薦 它還有出夜間版的 晚安面膜 一包這樣28張 大概一個月的分量 這個全部的價格 一包都是1430日幣 這一間的 酵素洗顏粉也是超級紅的 以前的版本是藍色的 最近推出了一個 針對清潔毛孔 而且它有加入一些 美容液精油的成分 是金色的新包裝 而且它還有黑色耶 這個黑色是針對毛孔的髒污 還有去角質的功能在 這兩個我也要買 DEO它也是在年輕人當中 賣蠻好的一個卸妝品牌 主打卸妝跟洗顏保養是一起的 就是說你用這個卸妝之後 你不用再另外用卸妝 跟洗面乳去用 你就可以直接完成保養的程序 我自己也有用過 還不錯用 因為它有推出非常多的種類 那因為最近日本就是很封韓國文化 韓劇啦 韓星之類的 所以其實在松本新這一間藥妝店裡面呢 也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特色的 韓國藥妝品區 這裡全部都擺滿了韓國的藥妝品 這邊的話就是它的彩妝品 像是口紅啦 唇釉啦 這邊都有 接下來就是我剛剛有講到 超紅的雞血草系列 像這個品牌 上面還有這個老虎的logo在 或者是這個品牌也超級有名的 賣超豪 這幾年老虎草就會特別紅 然後最後還有這一個 他們的面膜 像這個面膜的話 它上面還有寫說 它得了2020年的KOSME的第一名 記得滿多台灣人去韓國的時候 也都會補貨 總之呢 你在這邊同時就可以買到日牌 還有韓國的藥妝品 我覺得超讚 那松本新他們店內呢 還會有像這樣的一個橙色區域 擺了他們現在當季最推薦的商品 又或者是現在有哪些商品是很划算的 他們都會像這樣 就是設一個區域 然後全部擺在這邊 像現在已經是秋天了嘛 所以它這邊就是有擺滿了很多 適合秋天的時候擦的一些化妝水啊 保養品 我馬上看到了好幾樣台灣人一定會愛的商品 第一樣就是這個痘痘藥 這個的話是台灣人很喜歡囤貨的 因為就是如果你臉上有一些痘痘啊 有發炎的之類的話 你就是抹一下這個痘痘藥 就會好很多 下一個就是這個 豆乳系列的化妝品 這個我記得台灣也有賣 一罐998日幣 不到1000日幣耶 那像這一牌呢 它就是針對身體推出的一些身體乳液啦 或是一些保養品 大家知道這個嗎 這個前幾年好像很紅 它是用在屁股上的肥皂 它這個肥皂的特色就是 你就是抹在你的屁股的下緣那邊 它就會變得很滑順 我自己有試過 欸是真的會變滑順喔 我覺得蠻推薦的 而且它這邊也有寫說 它曾經得過Cosme的第一名 特推 而且它是有桃子的香味 擠了之後光聞味道心情就會變好 那樂敦的眼藥水呢 也是台灣人超愛買 我自己也很愛買 樂敦眼藥水的特色呢 就是它除了會有這一種 比較普通的包裝之外呢 它偶爾還會跟動漫合作啊 推出類似這種 角色聯名的設計包裝 像現在就有推出 跟鬼滅之刃合作的聯名包裝 看這 看這啊 超可愛的 這一間松本青分店呢 最大的特色 它店內會有這樣的冷凍庫 這個冷凍庫裡面呢 就是有放了非常多的 他們的天然有機的食品 現在的話就是像這樣的冷凍麵包 忙碌的上班族啊 經過這個藥宗店 也可以順便買一個回家吃這樣 推薦 看起來都超好吃的 我現在來到了二樓 那這一區呢 就是擺滿了店內目前銷售的排行榜商品 像是這個的話就是洗臉的 這一區就是保養的 然後我剛剛發現一個這個 最近很紅的防曬品 它不只是防曬的功能而已 它其實還有校色的功能 它其實本身是帶有顏色的 你擦了之後 不僅可以校正你膚色不均的情況 它也可以同時帶有防曬的功能 一個是偏白的 然後一個是偏粉嫩的顏色 你就可以根據你個人的膚色來選擇這樣 這個是偏紙 抹開囉 實地是這樣 擦起來蠻薄透的 不太厚重 而且也不太黏耶 有微微校色 擦起來有微微亮亮的 發現了一個松本清的自由品牌 他們的碳酸美容液也是超推薦 賣超好 通常一般的碳酸美容液都賣超貴 可能都要5000左右 但是這個 一瓶這麼大罐 只要1980 欸很便宜耶 我現在趕快來試用看看 好推哦 哦 我來到了二樓 這邊有一整區的SK2的專櫃 其實SK2它在松本清算是蠻少見的 松本清裡面有設置SK2專櫃的店鋪 其實蠻少的 但是池袋的這間分店就有 而且不只這樣 你可以看到它的整個櫃位的設計 就是非常的特別 這一間池袋的松本清 他們SK2櫃位 有超特別的推出 這一間店鋪限定的 面膜膠囊 你看它的設計超特別的 它這個一整個裡面就是裝面膜 這個是只有這一間 池袋分店才有的商品哦 大家來這邊絕對不能錯過 這樣一整組六個 1890 但是在這裡還可以退稅 我剛剛聽店員說啊 KAT的這個 唇膏 賣超好 幾乎你只要有貨 就是會被搶光 但是這裡就還很難得的 全部的色號都有獻貨可以拿 我剛剛 被他們這樣一講一燒到 就是想要馬上帶一隻回家耶 它這一隻唇膏的特色就是 它不容易掉色 擦上去的顏色整個呈現又很自然 所以它就是在日本女生之間是很受歡迎的 現在來到KMAK的櫃上 他們的指甲有非常的有名 因為他們的特點就是 顏色很多樣 一罐又很便宜 一小罐小小的 這樣是日幣396塊 在日本女生之間很受歡迎 選擇超級多 然後它整個包裝設計都超可愛的 超踏冠 接下來這個就是 2022年最受歡迎的美中品牌 絕對就是這個安德比 它是日本一個蠻有名的彩妝師 叫河北玉界 自己所開發的品牌 然後這個一推出呢 就是在日本女生之間引起廣大迴響 好多的產品 都是瞬間可能賣光啊 或者是登上COSME的第一名 我身邊也是很多台灣人 就是超推薦這個品牌 像是這個臉的打亮就是超級有名 這個也是超級有名的 來給大家看 這個是修飾那個豆疤啦 還有黑圓圈 都是可以用這個來修飾 再來就是他們的美妝蛋 美妝蛋也聽說是超級有名 聽說就是你只要在店內有看到現貨 一定要趕快買 因為很快就會沒現貨 像是我現在看 還真的沒有現貨 好像只剩這一個吧 聽說超強 害我自己都想要 趕快買一個來試試看 我現在來到了三樓 那他這一層樓的主要就是賣他們的日用品區 像是洗髮乳潤髮乳還有衛生棉衛生紙 那大家知道日本人最重視自己身上散發出來的味道 像這一間松本金他們的這個自由品牌 衣物芳香劑就賣得超級好 他有推出很多的味道 我剛剛聞的真的是很讚耶 而且他一罐也不貴 這麼一大罐528日幣 但是台幣的話超便宜 我想要馬上帶走 然後他這邊有可以給你試聞 剛剛攝影師聞了說很像高級品牌的香水 我就不透露是哪一排了啦 大家自己來聞 他除了有推出衣物芳香分物之外呢 還有推出像這種柔軟筋 大家來的時候不要錯過喔 而且他的包裝都很簡約 我覺得很喜歡 我們剛剛在二樓看到碳酸美容液的這個油肌品牌 他其實也有推出起髮護髮系列產品 那他這個特色呢 就是他的商品裡面是有加入精油的成分的 整個香味聞起來就是很高級 但是他的價格完全不貴 就是這樣一大包 1,210日幣 如果是這種大罐的話 一罐1,705日幣而已 我覺得超划算 但是如果你怕說跟你的頭髮不合的話呢 其實他這邊也有推出這種旅行組合試用包 就這樣一包你可以買回家試試看 那假如說你覺得很喜歡適合的話 就可以再來這邊帶走他們的大罐組合 那他們除了原有的這幾個經典的香味以外呢 他們最近又出了一個針對頭髮的加強修護版本 這個感覺聽起來又更厲害了 我們現在來到了地下一樓 這個樓層呢主要是賣藥品區 然後這裡還有男性保養品專區 這一層樓呢也有提供免稅的服務 那假如說你是不會說日文的話也沒關係 因為松本青他也是有會中文的工作人員 所以假如說你是不懂療效 你不知道你要找什麼藥 什麼才是適合你的藥品的話呢 你就可以找他們的店員 他們是可以對應中文的 他們可以幫你忙 像我背後這一個Chocolat BB 也就是維他命B群呢 也是台灣人來藥妝店 絕對會扛貨扛好幾包的商品 像是這一款啊或這一款 我記得都是台灣人超愛買的 我朋友來日本的時候啊 每次都會扛三四罐回去 雖然他一罐真的是不便宜 但是他們說吃的很有效 B群就是讓你吃的精神很好這樣 我覺得我應該也要買一罐 那像剛剛介紹的維他命B群 大家都會買 還有這個超紅的美白錠 除了這個美白錠啊 松本青他們自己家裡也有出 像這個三明星麻漬器 這個就是他們自家出的美白錠品牌 而且他們家自己出的還比較便宜 讓大家下次來的時候可以參考一下 我又看到另外一個台灣人也會買的 這一款貼布呢 就是如果你嘴巴有破洞 舌頭破洞的時候呢 你晚上睡覺的時候用一個貼布 然後就貼在嘴巴裡面 過一晚它就會好很多 這個也是超好用 必買 這個我有用過 這個也是超推薦的 就是你如果夏天被蚊子叮的話 把這個吐在你的傷口處 它就不太會癢 等一下它有點冰冰涼涼的感覺 就會讓你有點質癢的感覺 我覺得還蠻讚的 很棒 那這一區就是酸痛貼布系列的 像是沙龍帕斯啊什麼的 這裡有超級托品牌可以選擇 而且這邊也有松本青他們 自有品牌的商品 哦 種類真的很多耶 有那種超便宜的 也有到CP值很高的 有點貴的都有 這一區是腸胃藥 因為像台灣人來日本旅遊的話 就是會吃很多海鮮啊 但有時候肚子就會不舒服 所以像這個太甜胃散 這個的話就是台灣人還蠻愛的 整腸藥除了太甜胃散這個品牌之外 其他有非常多的選擇 然後像是這個 這個是剛剛攝影師推薦我 他說這個是有點乳酸菌 可以讓腸胃狀況變好的 然後這個是女生的生理期來之前 先吃的話 連續吃吃到生理期結束 驚痛的情況就會好很多的樣子 我自己這還沒吃過耶 因為我自己也是生理期來的時候 都會蠻不舒服的 所以我下次想要買這個來吃看看 喔對 它這邊有說 治腰痛 頭痛 還有就是生理驚痛這樣 推薦給大家 大家來買的話不要買錯 要買藍色的 紅色的話是適合 更年期的女性買的 所以大家買的時候要注意一下喔 來來來 我發現一個女性朋友 專用的止痛藥了 就是這個 台灣人一定都知道 EVE 雖然它是說是專門 治發燒啦 或是一些頭痛的 一些病症的 但是女生 身體痛的時候 都會買它來一個點 緩解自己的身體痛 這個是最普遍的版本嗎 比較便宜的 它後來也有出這種 比較加強版的 價格也比較貴一點點 我發現它又出了一個最新的包裝 粉紅色的包裝 粉紅色包裝呢 真的是針對女性生理期 推出的EVE的止痛藥 這款是 疫情之前應該還沒有 所以台灣人下次來逛藥妝的話 可以找看看這一款粉紅色的 這一區就是眼藥水區 除了有不同種的品牌之外呢 也有分清涼程度 像是這一款 超淨涼的 如果你是喜歡很涼 超涼的話 就可以選這個 你是怕涼的話 你就可以選擇比較溫和的 像是樂敦的這一款眼藥水 但是你挑選的時候 你要注意 這個就是 你要裸眼才能滴 它另外還有推出一個就是 你戴著隱形眼鏡也可以滴的版本 我有買過這個 因為我外景的時候 時常都會要戴銀眼嘛 隨時想滴就滴 然後我剛剛發現 它還有一個高級的版本 從它的外包裝看起來就有點不太一樣 比起剛剛的那個版本 又多了一些 Vitamin啊 就是對眼睛好的成分在 可以減少你的疲勞之類的 這個看起來很厲害哦 台灣人的藥妝店一定會買的就是這個 DHC的橄欖護唇膏 它這個是強調是沒有香料也沒有顏色的 但是如果你是喜歡有一點香味或者是有顏色的話 推薦松本青他們的自由有機品牌 也是在松本青賣超好 然後它最近有推出了新的系列 是有香味的薰衣草啦 玫瑰精油的啦 但如果護唇膏沒有顏色太無聊的話 現在有推出數量限定的 有顏色版本的 但是它又同時有護唇膏的功效 大家如果來日本買藥妝 絕對要買 我自己都想買了 我決定這個也買一個 薰衣草也買一個 誰說只有女生可以逛藥妝呢 這間松本青呢 它就專為男性設立了一整區的保養品專區 像我背後這個 它就是有推出黑色包裝的 男性專用的保養品專櫃 我第一次看到耶 就是超特別的 大家有看過黑色包裝的嗎 我只看過紅色的 超帥的 這裡也有羅蘭 台灣人應該知道羅蘭吧 它這裡有推出自己的化妝品品牌 連這裡都買得到耶 保養品之外 男性用的髮膠啦 還有香水什麼的 這一區都可以買得到 選擇超多耶 以後大家可以帶男朋友來這邊逛 這個品牌在日本 男生之間超紅的 它是由木村拓栽代言的 像他就有推出這樣的小包裝 適用組合 讓男生也可以 在家也可以簡單的保養 這個連我都想買 好 我現在來到他的免稅櫃台來結帳了 那在這邊跟大家說一個優惠資訊 現在如果你來松本青購物 你除了可以享有免稅的優惠之外呢 你只要現在出示 熱之購日本讀者優惠的折扣券的話呢 商品還可以享有一定的折扣 提醒大家松本青跟可開加來已經合併了 所以松本青自由品牌 在可開加來也可以買得到哦 松本青已經可開加來的優惠券 詳情請看影片的說明欄以及留言哦 那這支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最後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這個頻道 幫我們分享出去哦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